我不喜欢傅妍,也不喜欢她抢取豪夺比我生下的孩子 那是个男孩,出生就封了太子 被我嫌恶地抱给太后,不愿多看一眼 后来,我心灰意冷,自焚于凤七宫 她哭着冲进火场,嘶吼着喊我母亲 她被烧下了一只眼睛 她一辈子都没有原谅她的父皇 傅妍快死的时候,她跪在一旁,轻声说 父皇,母后不喜欢您,因为您,而沉生来就没有母亲 母亲哄孩子时唱的歌谣,而沉一次都没有听过 重来一次,我看着怯生生偷看我的孩子 眸光复杂地说,日后你和母亲一起住,好不好 她眼睛一瞬间亮起来,至子无辜 她本不该承担我和她父亲的因果 证文开始,我本是傅妍亲弟弟宁王的未婚妻 公宴上被傅妍一眼看中,强娶做了皇后 我不喜欢傅妍,甚至恨她 进宫一年,她拿父兄性命逼我生子 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我嫌恶地抱给太后 看都不愿多看一眼 进宫六年,宁王战死边关,我听到消息 硬生生掰断了御书 那个孩子刚好来找我请安 怯生生喊我母后,被我歇斯底里地让她滚 进宫十年,傅妍接了树妹入宫 封为贵妃,掌六宫氏 姐姐是嫡女,再尊贵又怎样 陛下昨晚可说,姐姐在床上,不及我分好 树妹称笑着跟我炫耀 而我平静地听着,没有说话 当夜,我放了一把火,自焚于凤妻宫 本以为可以就此解脱 没想到,那个孩子哭着冲进火场 细嫩的皮肉被烈焰灼烧 绝望地嘶吼着,喊我母亲 我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她推给旧人的内侍 又毫不犹豫走进火场 我死了,树妹被处死 那孩子被烧瞎了一只眼睛 自此,她一辈子都没有原谅她的父皇 傅妍死前,那个孩子跪在她跟前 嗓音冰冷地说 父皇,母后不喜欢您 被您关在宫里,她一点都不快乐 因为您,而沉生来就没有母亲 母亲哄孩子时唱的歌谣 而沉一次都没有听过 我被惊醒 后背尽是细密的汗珠 河竹点着灯盏过来,紧张地问我 娘娘,您做了好多次噩梦了 真不需要让太医来看看吗 不必 我摇头,你去睡吧,不必管我 河竹担忧地退下,周围都安静下来 我起身下床 看着妆镜里白皙柔嫩的脸 又一次很清楚地意识到 我重生了 重生在被傅妍抢进宫的第五年 那个孩子刚刚四岁 宁王还未战死沙场 傅妍尚未对我死心 没有结束妹入宫 还那样痴迷地,变态地爱着我 我缓缓闭上眼睛 一日清晨,我让河竹给我梳妆好 去城前殿找了傅妍 入宫五年,众人皆知地后不目 如今我突然上门 城前殿的宫女太监皆战战兢兢 傅妍也很惊讶 她拧着眉头说 皇后若是来给朕添堵的 就回去吧 江南正是洪灾 朕没心情和你吵架 若是以往,听了这话 我定要和她吵起来,让她放我走 而现在 我咳嗽了一声,主动说 恒儿如今四岁了 也该接回臣妾身边教养 臣妾今日来 就是想跟陛下说一声 把孩子带回凤妻宫 傅妍愣了下 半嗓,低笑了声,像嘲讽 南位皇后还想得到太子 只是太子在太后身边教养久了 哪怕你是生母 也早已生疏 此事怕事不妥 她拒绝了 她故意的 狗男人就是想逼我求她 我沉默片刻 用护甲用力掐了下手心 陛下,我们好好聊聊吧 傅妍喜欢我 很喜欢 为此不惜干出来 抢亲弟弟未婚妻的蠢事 上辈子 我和她吵了十年 最后生死昏灭 什么都没捞着 这辈子 哪怕为了孩子 我也真的不想吵了 臣妾想把太子 接回凤妻宫教养 她是臣妾的亲生孩子 也该与臣妾亲近 她没有任何反应 低头继续披着奏章 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深吸一口气 主动走上前 抽掉她手里的奏折 软着声音问 陛下不愿看我们母子和睦吗 宫里这么久没进人 恒儿又是陛下唯一的孩子 陛下对臣妾的新臣妾看得清楚 也想试试和陛下正常相处 陛下不愿吗 她终于抬头看我 却是吃笑 又是你的障眼法 这次打算骗朕几日 等朕相信你了 再逃走去边关找老三 穆婉宁 你想都不要想 她直接喊了我的名字 看起来是有点生气了 我下意识又想骂她 昏居二字都在嘴边了 被我硬生生咽下去 不能再这样了 我抿了抿唇 上前拽住她的袖子 声音更软了 带着些囚牢的异味 这次真的不是骗人 臣妾会证明给陛下看的 先让臣妾把恒儿接回凤七宫吧 待在太后那里 臣妾实在不放心 她听着我的软话 呼吸中了几分 眼睛也有点红 半晌 重重把头转向一边 粗声粗气地说 随你 太后宫里 太子被奶娘陪着 在玩手里的虎头帽 看到我 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想扑过来 却又不敢 只能怯声声喊我 母后 我不由得有些心酸 走过去抱住她 恒儿今日 跟母后回凤七宫好不好 她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 亮晶晶的 像南行进贡的葡萄 奶声奶气地说 好 姐姐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 诧异的声音 是我的树妹 姐姐今日 怎么突然来看太子了 她晃着团扇走进来 低声劝我 小孩子素来吵闹 姐姐何必把她接回去 惹得晚上也睡不好 太后这里安静 最适合养小孩子 我摸着太子的脑袋 没理她 上辈子 她就是用这些言论 糊弄复衍 让太子一直被养在太后这里 太后不管是 复衍不常来 我更是不管 太子直到十岁 身边也只有工人作伴 后来 树妹勾引了复衍进宫后 才吃笑着告诉我 本宫故意让太子 和谁都不亲 性格孤僻偏执 朝臣不喜 只有本宫生的孩子 才配做太子 等本宫生下亲子 呵呵 姐姐 你是嫡女又如何 到时候依旧要跪在地上 对本宫摇尾起怜 那时候 她出风贵妃 就已经开始得意忘形 所以我一把火烧死自己钱 也派人去送了她三尺白绫 我不想活了 不代表别人能恶心我 母后 太子突然攀上我的胳膊 着急地说 我 我愿意和母后一起住 我不会吵的 不会吵到母后 她太着急了 小手比划着 着急到有些委屈 眼底犯上泪珠 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恳求我不要扔下她 母后不会丢下恒儿 我抚摸着她的脑袋 轻声说 母后今日就带恒儿回去 好不好 太后素来不管事 我回禀了声 抱起恒儿就打算离开 树妹突然凑上来 小声说 姐姐 宁王前段日子 给长兄来了信 里面问及姐姐的情况 宁王还惦记着宁娜 你要是想给宁王回信 妹妹可以帮您带出宫 绝对不会让陛下知道 我瞥她一眼 觉得有点好笑 不必了 我说 我没什么写给宁王的 你也不必替我解忧 倒是你 日日往宫里跑 心思不定 本宫会给你指一门婚事 你安心备嫁吧 她的脸色一瞬间煞白 姐姐 何竹 把二小姐的令牌收回去 日后无照不得入宫 是 吩咐完何竹 懒得看树妹惊慌的样子 抱着孩子往外走 上叫脸 叫脸上 看着横尔兴奋的样子 我摸了摸她的头 想到刚刚树妹的话 我的确没什么 需要写给宁王的东西 可她也的确不能再待在边关了 上辈子 她被敌军暗算战死沙场 连尸骨都未能留下 死后 她的部下带回来一枚童心结 和一幅我的画像 画像上提着诗句 结发为夫妇 恩爱两不疑 画被傅眼发疯撕掉了 得知她死讯时的悔恨 却一直留在我心底 日日夜夜折磨不休 她是当朝皇帝一母同胞的亲弟弟 本该有大好前程 子孙满堂 却被我连累 只能在边关苦寒之地 与风雪为伴 太不应该了 几乎没什么犹豫 我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傅眼 把她召回京城 我和傅眼能吵十年 两个人都有不小的问题 我性子太倔 不知变通 又因为心中积怨 不愿哄她 她性子太冷 哪怕把我抢到宫里 也不肯放下身段 跟我说一句软话 吵着吵着 吵架就成习惯了 遭殃的只有孩子 想起上辈子 太子怯生生看着我和傅眼吵架 被吓得大哭 用力扒着我的手 喊母亲时候的样子 心又忍不住揪起来 回到凤七宫 安顿好照顾太子的宫人 我坐在榻上 看他捏着虎头帽上老虎的鼻子丸 时不时偷偷瞥我一眼 眼底满是欣喜与雀跃 我忍不住摸了摸他的脑袋 何竹突然走进来 告诉我 陛下派人过来 说太后要给宁王寄家书 娘娘有什么想写给宁王的 可以一同寄过去 何竹说得战战兢兢 而我听到的第一反应 就是傅眼这家伙又在犯病 他圈住了我的人 自知圈不住我的心 于是时时刻刻疑神疑鬼 稍有一丝苗头就发疯 一发疯就来糟蹋我 往我身上用那些花楼里 肮脏见不得人的东西 我在和他吵架 循环都没完 我摁了眉心 看向一旁的何竹 说 去备纸笔 本宫现在写 再让人给地下送过去 娘娘 去准备吧 我摆摆手 把孩子抱给奶娘哄睡 叮嘱人好声伺候 何竹无法 只得抱着孩子离开 我写完信 立刻让人送到城前店 自己卸了拆环 靠在床上睡了会儿 不久 被手腕上冰冰凉凉的触感惊醒 是傅眼 他弯腰凑近着 眉眼阴郁地盯着我 干脆利索地 把工匠专门打造的金链子 套在我的手腕 另一端拴在床头 我睁眼的时候 刚好对上 附眼阴侧侧的眼睛 慕婉宁 你又在挑衅朕 惹怒朕 对你有什么好处 他掐住我的下巴 是不是只有把你扒光了 关进笼子 你才会乖 我 又是这句话 把我关进笼子这句话 两辈子我听了数不清多少次 却始终没见他来过真的 也不知道说了干什么 我晃了晃脑袋 把被他掐痛的下巴解救出来 问 臣妾又哪里惹到了陛下 他阴沉着脸看我 没说话 陛下 皇上 傅妍 我有点恼了 你到底要干嘛呀 他被我骂了 脸色却和缓了些 只笑着说 闺房里还搞陛下臣妾那一套 嫌不够扫兴吗 我 深吸一口气 决定把话题拉回来 你是因为我给凝王寄信生气 他没说话 算是默认了 是你先让我给他寄信的 我听你的话寄了 你又生气 不觉得这样很不讲道理吗 我做的稍微板正了些 晃了晃手上的金链子 试图跟他讲道理 一生气就把我拴住 再做那种事 敷衍 你射人 有问题就要解决 而不是像头种马一样 话没说完 他突然压住我的肩膀吻上来 堵住我剩下的话 动作凶猛又不讲道理 我气得直拍他的肩膀 甚至咬他的唇瓣 舌头 咬破了 嘴里尝到穴位 他也不管不顾得不松开 莫婉宁 你是我的 我听到他很利的嗓音 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我 还想着谁 你都是我的 想离开我 和他双速双飞 想都不要想 再醒来 已经是晚上了 腰很痛 很酸 腿也痛 胳膊上都是被掐出来的青子 我气得身体发抖 不管不顾地 拿起床头的花瓶 往地上摔 母后 突然被一声弱弱地喊声叫住了 我愣了下 看向扒着屏风 只露出一个脑袋间的太子 他用手指蒙着眼睛 问我 母后 你穿好衣服了吗 儿臣可以进去吗 我抚了抚心口 按下那里的怨愤 披了件外衣走过去 抱住小小的孩子 温生询问 恒儿怎么过来了 吃饭了吗 吃过了 他看着我说 和主姐姐说 父皇在母后这里 儿臣就想来看看 我愣了下 半晌 心情复杂地问 恒儿很喜欢你父皇吗 嗯 他揪着手指 很不好意思地捶着头 小脸微红 奶娘说 父皇从前在边关打仗 救了很多人 是保家卫国的大英雄 恒儿以后 也要像父皇一样 他说得起劲 眼底满是憧憬和向往 与上辈子 对父眼的恨意大相径庭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被父眼咬了的脑怒 也转为酸胀 叹了口气 揉捏着他的小手 说 母后相信 恒儿以后 一定会比父皇厉害 嗯 他重重点头 把脑袋埋进我怀里 轻轻地蹭着 儿臣一定会比父皇厉害 将来保护母后 我忍不住掐紧掌心的肉 他对我的喜爱 和慕如是那样没有道理 又那样令我愧疚 抱他在怀里 直到睡着了 才轻声换乳母进来 抱他回房安眠 我下床收拾了下妆容 也是走了两步才发觉 脚踝上被父眼记了个铃铛 用红绳记着 裹在银白的肌肤上 格外鲜艳 一看到 就想起父眼粗糙的大手 握着我的脚踝 缓缓向上 他喜欢我 喜欢我的身子 喜欢我的肌肤 喜欢我的腰 臀 腿 我身上一切能揉的东西 他都喜欢的不得了 那我生的孩子呢 横尔对于他 到底是血浓与水 割舍不断的血脉 还是紧紧用来锁住我的工具 我盯着那个铃铛看了会儿 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要去找父眼 他听不懂人话 我就非逼他听懂不可 我一定要逼他 做个好父亲 坐着叫撵到城前殿的时候 里面灯火通明 父眼身边伺候的太监 却告诉我 父眼睡下了 他一边拦着我 额头上滚落痘大的汗珠 明显吓得不轻 是陛下让你这么说的吗 我温声询问他 他不愿见我 太监立刻跪下来 带着哭腔求我 娘娘 奴才也是封陛下的令 求您可怜可怜奴才 父眼不愿见我 以往每次这种事过后 我不是屈辱地在汤匙里 搓到肌肤通红 就是提贱和他大吵一架 骂他混账 他不想挨骂 所以直接不肯见我 敢做不敢当 去跟陛下说 若是接着他不见我 以后本宫再不来这城前殿了 娘娘 去告诉他就是 我叹了口气 对那个太监说 你且放心 本宫今日不是来闹事的 就是来看看 陛下用过晚膳没有 你去通船吧 等进了城前殿 转过两道屏风 看见父眼穿着明黄色起衣 闭眼靠在榻上 手里拿着一张折起来的奏章 等我走近了 眼睛都没睁开 淡淡道 想骂就快点 吵架就算了 朕今天没心情 哇 陛下说的 臣妾好像泼妇 不是吗 他睁开眼睛 这五年 你砸了朕多少东西 城前殿都不敢放瓷器 朕从小带到大的配件 被你扔运糊去了 到现在都没捞上来 父眼 我恼怒地打断他的话 你是不是想吵架 他沉默了 半赏 放下手里的奏章 转过脸不看我 不想 他说 不想吵架 也是侧过去 正对着烛光 我才看到他眼底浓浓的清黑 像被一团乌云盖在白皙的脸上 格外刺眼 近日 江南闹洪灾的是抱上来 他不眠不休处理了好几日 很久没有睡好过了 今天下午又闹了那么一场 他整个人都有点迷糊 不太清醒的状态 像随时随地都会晕倒 心里难得生出几分怜悯 我慢慢走过去 坐在父眼身边 问他 陛下要不要先睡一觉 你想等我睡着了 勒死我 他眸光凶狠地瞪着我 等我死了 你就可以和凝王双宿双飞了 对不对 莫婉宁 我告诉你 想都不要 我不想 我打断他的话 我不想勒死你 也不会和凝王双宿双飞 我就是觉得你现在需要睡觉 我强硬地把他摁在床上 俯身脱掉靴子 盖上被子 又耐心地掖了掖背脚 陛下睡吧 我说 我在这儿等着陛下 他黑漆漆的眼睛 一措不措看着我 突然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 抓住我的手 脸颊贴上来蹭了蹭 我是在做梦吗 他轻声呢喃 你怎么会对我这么好 如果是梦的话 就永远都不要醒来好了 迷糊的他和横尔很像 退掉尖锐的外皮 仰躺着 露出圆滚滚柔软的肚皮 很可怜的 祈求主人的联系 我突然打了个寒颤 真是疯了 我居然觉得 复言可怜 先帝和太后的嫡长子 出生就是太子 15岁去了边关 18岁击退胡族一战成名 连收八座城池 朝廷人皆探福 唯一的污点 就是登基一时 一道丰厚圣旨 抢取了亲弟弟的未婚妻 这五年 太后劝过 父兄见过 甚至宁王以死相逼过 他都固执地守着我 从小学帝王侧长大的太子 那里却是偏执疯狂的痴情种 真的有点好笑 傅言已经睡着了 我却没什么睡意 坐在窗前 撑着下巴 看外面纷纷落落的桃花 人面桃花相应红 傅言曾告诉我 他第一次遇见我 是在京郊寒山寺 我站在桃花树下 额头上贴着两片 被风吹来的桃花花瓣 对着宁王言笑艳艳 他说他从未嫉妒过自己的弟弟 直到看到我对他笑 克己赋礼的太子殿下 头一遭出阁 就是溺背人伦 傅言醒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我有心与他和好 一直等着他用膳 呃到趴在桌子上 鼠龙袍上的龙游几个爪子 微凉的手贴在我的脸颊 我吓得一击灵 回身探去 傅言已经醒了 站在明晃晃的烛光下 刚醒的眉眼睁中 宁王望着我 是不加掩饰的欢愉 这么讨好朕 是想要什么 你父兄的官爵 侄女的婚事 还是其他什么 趁正现在心情好 一并说了 让他片刻 说 那陛下照宁王回京吧 话音未落 傅言的脸色就变了 又开始发疯 手慢条丝里地抬起 掐上我的脖梗 慕婉宁 你又在不自量力地挑衅阵 信不信阵直接弄死他 是陛下让我说的 现在又来倒打一耙 我无奈握住他的指尖 你怀疑我和宁王有私 怀疑我还惦记他 一遍遍来试探我 我不提宁王你说 我在骗你 提了宁王你 又说我挑衅你 傅言 你不能这么不讲道理 他冷脸盯着我 没有说话 神情也没有丝毫和缓 我叹了口气 傅言 我进宫五年了 这五年 我们每次见面都在吵架 你就没有想过为什么吗 这五年 我们不像夫妻 更像仇人 你想一辈子都和我争过下去吗 房间里沉默了很久 只剩我和他清浅的呼吸 和随微风摇曳的竹影 很久之后 我听见他沉闷的嗓音 不想 可每次 都是你和我吵 你恨我 讨厌我 不让我进你的身 我一碰你 就像被狗咬了一样厌恶 穆婉宁 你不爱我 甚至恨我 你只想离开我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他垂着头站在我面前 睫毛在脸颊上 落下大片阴影 细听着 嗓音里竟还有几分悲怆 我不自觉掐紧了掌心的肉 说 傅言 这次我是真的打算和你好好相处的 我已经不喜欢宁王了 也不会和他有私情 你就信我这一次 坐下来 好好聊聊 可以吗 傅言定定地看着我 半晌 在我身边板正地坐下 做出一副认真谈试的样子 我不会放你走 他说 除此之外其他的 你说的话 我都愿意听 我看着他终于严肃起来的神色 不禁松了口气 说来可笑 风后五年 这竟是第一次 我和他面对面坐下来 好生得了 我从小就喜欢看先辈写的游记 渴望能走出京城 闯荡江湖 多经历些东西 看看不同的风景 从前宁王一闲散王爷 答应我会陪我四处游历 哪怕去边关 也是任我坐马完乐的爽快 宫里太小太压抑了 陛下 这五年 我走遍了御花园每一个角落 哪里种的什么花 什么世界 生什么杂草都记得清楚 我不喜欢这里 哪怕雕梁化洞 金玉满堂 也不敌宫外的大好山河 幼时 我曾做梦仗剑走天涯 长大定了亲 宁王说 他愿陪我 让我不受女子身份拘束 痛痛快快地活一遭 后来 我被迫进宫做了皇后 被关进这座四方宫墙 各种礼仪 规矩 压抑得快要逼疯 我被金尊玉贵地囚禁了十年 被逼得一把火烧死自己 求一个自由痛快的来生 你一世家嫡女 居然还能有这样出格的想法 傅眼明显很惊讶 而我耸了耸肩 我幼时跟外祖父长在南静 十三岁才入京 规矩都是半生不熟的 做皇后掌管这么大一座宫廷 真的很不习惯 不是不会 只是不喜欢 太沉闷太无聊了 被豢养的压抑的空气 想要生生把活人逼疯 可傅眼理解不了这些 她很疑惑地问我 你是皇后 是这座宫廷的女主人 谁敢管着你 给你气瘦 连阵都被你遛得像条狗 你在这宫里 还有什么好约束的 若是闲宫里闷 日后阵给你恩典 云你随时出宫 回府探望 如何 这真的是极大的恩典了 可是 我想说什么 可张了张口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算了 罢了 就这样吧 我原以为 只要我和傅眼摊开了聊一次 关系总会有进展 可是没有 她理解不了 我在这座工程里的压抑 或许在她眼里 说着自由与放纵的 我是那样的矫情 和不讲道理 很无奈 可我不能再和她吵架了 重来一次 若不能让自己欢愉 至少也要让孩子 过得快乐一点 恒而如今 养在凤七宫 已经有些大了 到了济世的年纪 陛下若得空 多去看看她吧 嗯 傅眼随口答应了 很心不在焉 一个男孩 养那么精细做什么 工人一大堆 他又是太子 谁敢怠慢了他不成 他话里的轻慢 毫不掩饰 我心里却骤然一紧 不是这样的 他还是个四岁的孩子 需要陪伴 也很目如他的父皇 我很认真的说 陛下得空了 定要多来凤七宫陪陪他 用完晚膳 回到凤七宫 恒而已经被乳娘红睡了 我悄悄走进去 摘下护甲 指尖抚摸着他柔嫩的小脸 看他睡得安稳 心里也舒缓几分 轻手轻脚地走出去 在院子里逛了逛 看着高大的杨柳 在月光下吐露嫩芽 何竹站在我身后 问我 娘娘 您是和陛下和好了吗 不和好又能如何 我摊开手 看着落在手心的 斑斑点点的月光 何竹 我和他吵了五年 争了五年 他还是不肯放我走 我认命了 以后我就在这宫里 好生抚养孩 看他快快乐乐地长大 也算不许此生 我认命了 就这样吧 那仗剑走天涯的日子 就当是我做了一场梦 梦醒 我依旧被关在这深深宫墙 一日清晨 我用过早膳 在书房看横尔写字 他写得很认真 小手用力抓着毛笔 一笔一画地照着字帖描大字 遇到复杂的笔画 眉毛着急地拧起来 很可爱 我撑着脑袋看了好一会儿 何竹突然走进来 小声告诉我 二小姐今日递了牌子 说想进宫与娘娘续话 我和她没什么好续旧的 我头也不抬地拒绝 何竹却有些迟疑 走上前 凑近了 凝王给您的信 这信被大公子藏着 本不打算给娘娘 他偷偷带出来 想亲手交给您 我的动作顿了下 半赏 说既如此 就让她进宫吧 派人盯着点 不许她到处乱走 是 何竹退下 太子却放下手里的笔 敏纯问我 母后 姨母要过来吗 嗯 我摸了摸她的头 怎么 横而不喜欢她 没有 她小声说 姨母从前说 母后原本不想生孩子 是父皇逼母后生下来的 母后不喜欢沉 可现在母后和横儿一起住了 说明姨母说错了 姨母该给横儿道歉 才四岁的孩子 条理清晰地说出来 我不想生她的话 我的心忍不住抽疼 下意识抱住她 横儿是母后的宝贝 我温柔地说 姨母有错 母后让她给横儿道歉 母后也未从前 不常去看横儿道歉 以后都不会了 横儿原谅母后 可以吗 儿臣没有生母后的气 她连忙摇头 被我抱着 还有点不好意思 耳朵间微微泛红 母后很忙 要管很多事 虽然不怎么去看尘 但每月都会让和主姐姐 送好多东西来 母后是念着儿臣的 儿臣知道 我默了默 心底一片酸涩 树妹走进凤七宫时 我正抱着横儿坐在主位 嗓音淡淡地问她 为什么要和太子说那些 我不愿意生她的话 树妹脸色一白 却是强装镇定 妹妹并没有说过这些 太子许是从哪个工人那里听到了 栽葬到妹妹头上 她哭泣着跪地 妹妹不记得得罪过太子 这才刚刚四岁 就会污蔑他人 往后怎生得了 姐姐定要替妹妹坐住 怀里的孩子 着急地抓住我的衣袖 葡萄式的眼睛哀求地看着我 我拍了拍她的手背安抚 转而看向下手跪着的树妹 本宫一直没想明白 你哪来的底气 挑拨本宫和太子之间的关系 太子是本宫亲子 你不过一介妒女 凭什么觉得本宫会相信你 而不信自己的亲生孩子 她的脸色更白了 身形也摇摇欲坠 眼角含泪 姐姐 你挑拨本宫和太子的关系 罪无可恕 罚你进族家庙 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不可以 她的声音突然坚立起来 我手里有你和宁王 私相授受的证据 慕婉宁 你要敢罚我 我就把证捅捅到陛下跟前 谁都别想好过 什么证据 熟悉的声音传来 是复眼 什么证据 让你大呼小叫的 敢直呼皇后明慧 复眼把侯儿抱起来 在我身边坐下 神色淡淡倒 现在给朕看看吧 若是不够证明什么 朕就赐你一杯毒酒 已成不敬皇后之罪 树妹身形颤抖了下 也不哭了 咬牙从袖口里 掏出一张信尖 用蜡蜜封着 上面写着几个小字 皇后金安 这是宁王从边关寄回来的信 叮嘱了要送到皇后娘娘手上 这不是私相授受是什么 姐姐自己几起就爱慕宁王 定亲后游慎 至今仍私相授受 对陛下不忠 请陛下明察 树妹双手扶地跪着 嗓音很大 拿出了孤注一掷的态度 店内的宫女太监居贵地 被吓得战战兢兢 生怕听到了皇室密文被处死 傅眼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信里写的什么 皇后知道吗 我摇头 刚想说什么 又被树妹打断 陈你今日特地禀报 宋宁王信件才得已入宫 姐姐定是期待的 不然也不会 闭嘴 我实在忍不了了 被吵得我脚秃秃的疼 你还真想死不成 何卓会议 上前用帕子塞住了树妹的嘴 示意她老实谢 那封信已经被太监拿上来 交给傅眼 他捏着信的一脚 扭头问我 皇后 这封信 朕能看吗 陛下打开就是 我直白迎上他试探的目光 宁王素来最尊敬这个长兄 我不觉得 他会在傅眼还活着的时候 搞基于皇嫂的一套 傅眼抬手撕了信封 抽出一张薄薄的纸 等了片刻 却是没看 把纸丢给我 你自己先看看 若有什么不该出现的 就藏着点 别让朕知道 朕怕被你们气死 他摁了摁角 转头看向地下跪着的树妹 不敬皇后是大罪 验在你是皇后亲妹 白灵还是毒酒 自己选个死法吧 树妹已经吓傻了 身子剧烈颤抖起来 乌叶者冲我下跪求饶 额头磕出血 脸上发际凌乱 拆环都掉落下来 看着一团糟 算了 我摁住傅眼的手 让他在家庙待上五年 也就罢了 不是什么大罪 没必要闹出人命 傅眼凉凉的笑了声 却没看我 他在生我的气 根据经验 一会儿人走干净 他又要发疯 果然 树妹被拉下去 傅眼抬手 让工人都退下 恒儿悄悄看着他的神色 低声问我 母后 父皇是不是不太高兴 何止不高兴 怕是一会儿就要做疯狗了 我心里叫苦不迭 面上却是不咸 摸着恒儿的头问他 为什么这么说 父皇的嘴是垂下去的 而陈之前不高兴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 他用手捏着唇角往下拉 唇半紧紧抿着 用那张税嫩的脸 模仿此刻傅眼的样子 我忍不住想笑 然而下一刻 恒儿就被傅眼拎起来 扔到太监怀里 把他抱出去 门关好 听到什么声音都不准进来 看着傅眼明显发疯的样子 我往后挪了挪 抖了抖手里的纸 要不然 我们先看看这封信 你不信我 还不信你弟弟吗 他是会觊觎黄嫂的性子吗 傅眼 他没理我 不管不顾地抱着我往内室走 信纸掉在地上 被他踩了两脚 洁白的纸上留下两个龙纹 我绝望地骂他 你龙了吗 听我说话呀 我都说了先看看 说不定不是你想的 朕不许你看他的信 傅眼把我扔在床上 平静地抽掉腰间束带 吞下外衣 俯身凑近我 掐着我的下巴说 不许看他的字 不许想他 一丝一毫都不许 不管信里写了什么 不管你们曾经多么恩爱 莫婉宁 你已经是我的皇后了 是你说 要和我好好过日子的 你要敢骗我 我就把他做成人质 把你锁起来 这辈子都不许出去 他说得很利 我也很绝望 这种状态的复言 基本等于听不进去人话了 一定要把心里的气 发泄出来 才能罢休 至于怎么发泄 我看着他手里 拿着的勉铃 有点屈辱 又有点无语地说 你堂堂皇帝 哪来那么多花楼里的玩意儿 他没说话 眸光不善地盯着我 手指抹撒着我的脚踝 我咬了咬嘴唇 任命地躺下 说 那你轻点 也是我的错 不该因为好奇 宁王信里写了什么 就让树妹进宫 又想 明日一定要让太医 给复衍看看风筝 宁王的那封信 落在地上无人敢捡 被复衍泄愤一样 踩了好几脚 脏得不行 何竹劝我扔掉算了 免得看了 又惹复衍生气 我摇头 宁王不是不知分寸的人 定是有要事 我用帕子擦掉心上的污渍 细细看起来 越看越心惊 宁王在信里说 去遂边境降时过冬的棉衣 里面的棉花被换成稻草 他向朝中递了帖子 无人回应 只能自行拿私产补上 朝臣贪末 贪到了保家卫国的将士身上 实在令人胆寒 如今边关流言纷扰 甚至有人说 是皇上因着何宁王龌龊 故意恪扣将士过冬的物资 以儿女私情 耽误国家大事 着实不堪为地 此番种种 宁王不知朝中情况 甚至连我的父兄都不敢信任 只能写信给我 以求上达天听 他在最后写道 陈之皇后娘娘品性 不与奸臣同流合乌 求娘娘禀报陛下 还边境清明 望娘娘千秋顺遂 永世安康 我攥紧信指边缘 几乎毫不迟疑地 让何主给我梳妆 去城前殿寻复衍 路上我想了很多 上辈子 树妹手里一直有进宫的令牌 也就没有拿心讨好我的事 所以这信是被长兄藏下了 是怕我和宁王再有牵扯 还是为了隐藏什么 我忍不住掐紧掌心的肉 复衍在边关待过 对将士最为重视 若是让他知晓 怕是牵涉之人 都要人头落地 长兄啊长兄 师叔礼仪 是大夫修身治国 平天下那一套 希望你没有白血 不然这次 怕是连我也护不住木架 傅言果然震怒 当即派出身边最顶尖的暗卫 下令彻查此事 暗卫犹豫片刻 说 宁王城地的奏折被扣下 定要先从首府大人查起 可首府大人是皇后娘娘的父亲 暗卫悄瞥我一眼 跪地不敢说话 傅言沉默片刻 从腰上解下龙文玉佩交给他 毕生说 去查 不管牵扯到谁 都要给朕查个清清楚楚 不惜一切代价 是 暗卫领命离开 我愣着坐在软榻上 看着手上斑驳的碎光 宁王来信 并非为了儿女私情 要不陛下给臣妾道个歉吧 我哑着嗓子和他说 抬头 刚好和傅言对视 露出一个苦笑 双双沉默了 穆家五代为相 出过四朝帝师 两朝皇后 门声遍布朝堂内功 若傅兄真的与此事有关 傅言处理起来也头痛 我也头痛 外祖从小教我中军爱国 也告诉我人才是天底下一切权利的本源 将士军前半生死 而朝廷内里 不能肮脏地连他们郁寒的棉衣都可扣 可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他们毕竟是与我血脉相连的傅兄 等这件事情解决 陛下把宁王召回京城吧 我轻声说 您和他是亲兄弟 本不该有什么过分的龌龊 这是 若您和他关系正常 本不该瞒那么久 傅言没说话 算是默认 也终于意识到 他和宁王之间的嫌隙 被人钻了空子 差点酿成大祸 臣妾回去看看横儿 陛下早歇歇息吧 我起身告退 而傅言没有挽留 回去的路上 我突然想到 上辈子 宁王战死后不久 傅言突然一道旨意 逼傅兄辞官归隐 我以为他在因我怀念宁王而故意迁怒 还和他吵闹了许久 如今想来 怕是他给沐家留的最后一抹颜面 傅兄啊 傅兄 沐家百年尊荣 若是就这么折在你们的贪欲里 去黄泉建了祖宗 不会有愧吗 暗卫调查的结果 傅言并没有告诉我 公布的他末案里 也并没有把沐家牵涉进来 只是沐家三房 我的三叔突然暴毙 死在花楼女子身上 众人唾弃 接着父亲官将一接 兄长外放属地 沐家若大是家 一时人心惶惶 母亲递了牌子进宫见我 说让我劝劝陛下 不要让掌兄外放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 沐家这次犯陛下逆临 若不是为了太子的名声 母亲还能坐在这里同我讲话吗 除了沐家 其他涉案官员 拒斗抄家灭族 陛下已经很宽容了 我又如何能再去求情 这件事虽是三叔的过错 但母亲回去也要告诉父亲 日后严格置驾 莫要让小人得逞 毁了沐家百年声望 母亲乐乐英事 送走母亲 我看着窗外随风摇曳的杨柳 一时间竟觉得庆幸 傅也没有要傅兄的命 想来这是与他们并无直接关系 万幸 至于别的 沐家有我为后 有太子在朝 就都算不上大问题 这样想着 我不由得一正 我意识到 我的心态变了 从前我厌恶自己是皇后 只能被关在这压抑的皇城 而如今 我庆幸自己是皇后 可以在傅兄倒下时撑起家族 可以宽慰母亲焦躁的心 自由的失去 换来了无上权利 其实也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 不是吗 我亲手做了一盘桂花糕 去城前店找傅衍 他在披揍折 看我进来 把没披完的折子堆在一边 冲我勾了勾手 过来 我走过去 替他揉着能缓解疲劳的穴位 他舒服地闭上眼睛 不忘问我 今天怎么那么怪 沐家如今这样子 臣妾也没有再和陛下闹得底气了 我像调侃一样说 臣妾家里好几百口人 宫里还有太子 都要倚仗臣妾的权势过活 而臣妾的权势来自陛下 只能来讨好陛下了 傅衍笑了笑 睁开眼睛 握住我的手 凑到唇边吻了下 要是早知道这样能让你乖 朕早就对沐家下手了 意识到这话不合时宜 他住了嘴 没把最后的几个字说出来 只是蹭着我的手指 哑着嗓子说 皇后要能一直这么乖下去 朕把命给你也无妨 晚晚 你乖乖的 我们以后好好过 要什么阵都可以给 他突然想到什么 动作停顿片刻 松开我的手 宁王要回京了 这些年他在边境挣了不少军功 回来怕是要大肆封赏 可他本就是王 封无可封了 晚晚 你说 朕给他赐婚如何 户部尚书家的嫡长女 前日刚刚急急 还找了太后说要进宫侍奉镇 不如就赐婚给宁王 也算全了他嫁进皇家的心愿 晚晚 你觉得这个安排怎么样 他似笑非笑的 跟我说出这些话 明显的试探 我已经懒得和他讲道理了 静止说 陛下不要的女人 赐婚给宁王 传出去怕是不太好 而且成亲是两情相悦的事 陛下贸然赐婚 若不是良缘 反而会生怨气 达不到施恩的目的 他扯了扯嘴角 那晚晚的意思 是不给宁王赐婚吗 可已经封无可封了 不如一定软叫 把你抬去宁王府 让你们互诉中常如何 我忍了又忍 才没拿起一旁的艳台 砸覆眼头上 太羞辱人了 饶氏刻意试探 他的话也带着深深的恶意 我深吸一口气 往后退了两步 行礼告辞 臣妾今日还有事 就不打扰陛下了 陛下好身安歇吧 说完转身就走 傅眼也看愣了 半晌意识到 慌张地让太监来找我 让我回去 太监一路说了无数好话 急得额头冒出滚滚汗珠 我都没有松口 只说 先去凤七宫喝些茶水吧 这是本宫和陛下的事 与旁人无关 何主给他一个白帕子 让他擦擦汗 他这才颤颤巍巍地住了嘴 等能看到凤七宫 碧绿色琉璃瓦的尖尖 我看着手腕上 傅眼给我戴上的 同样翠绿的翡翠镯子 眉眼逐渐冷凝 这一次 我非置之傅眼的风筝不可 我和傅眼冷战了 他来了好多次凤七宫 都被我拒之门外 宋的囚盒里 金光闪闪地 在凤七宫外堆满整个廊道 我也不允许底下人开门 一来二去 他皇帝的面子受损 索性拂袖走了 也不再哄我 那日夕阳烂漫 横而被我抱在怀里 听着外面廊道上的阵仗 还有一叠声陛下息怒的喊声 小声问我 母后 为什么不让父皇进来啊 因为你父皇说了母后 不喜欢听的话 我包了个葡萄 送到横尔嘴边 看他嚼了嚼吞下去 又摸了摸他的头 凝王是耿在我和傅眼之间的一根刺 我要想和傅眼好好过 就必须走这一遭 冷战三日 傅眼耐不下性子 照和竹去城前店问话 和竹跪在地上 朗声说 娘娘近日一直待在凤七宫内 日日以泪洗面 时常看着院子里 已泻得桃花出神 看上去不甚高兴 傅眼掐紧掌心 那你可知 皇后为何伤心 娘娘说 陛下不信任她 和竹悄悄瞥了眼傅眼 低声说 娘娘还说 陛下说好些羞辱她的话 让她心里难过 等回了凤七宫 和竹悄悄走近在看书吃葡萄的我 娘娘 奴婢已经按照您说的 跟陛下回了 嗯 我懒洋洋靠在软枕上 说 让城前店的内侍多盯着些 一旦她要过来 早些递消息 而我盯着眼前书本上密密麻麻的字 有些看不进去了 夫妻之间的这些相处之道 以往我从不屑于对傅眼用 也是从骨子里 就不认为我和她是夫妻 而如今 算好事还是坏事 我想了会 没想明白 也就算了 总归是当下需要解决的事 多思无意 傅眼实在忍不住 摔了笔过来凤七宫那天 我上了点苍白的装面 穿一身素衣 坐在桃花树下的摇椅上 昏昏沉沉的闭着眼 傅眼一看就心疼了 走过来抱起我 转了个身 自己坐在摇椅上 我坐在她怀里 她小心翼翼地摸着我的鬓脚 语气无奈 婉婉 你到底要正怎样 我睁开眼睛 神情样样 臣妾是真心想与陛下 好好过日子的 陛下明白吗 正明白 既然明白 又为何要三番五次 在臣妾面前提起宁王 还羞辱臣妾和宁王互诉中常 难道在臣妾眼里 臣妾就是那么不守复道的女子 离义廉耻都不顾了 非要和自己小叔有瓜葛 她默了默 想说什么 但看我渲染若气的表情 还是没说出口 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 表现出小女儿家的示弱情态 她明显很受用 也很心疼 是正错了 以后不提了 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 习惯了那么说 她握住我的手 贴在她的脸颊上 婉婉 你打我吧 打我出出气 我不该不信任你 以你的性子 根本不屑于我扯谎 是我错了 你打我吧 她说的恳切 我也没打她 只是捏了下 看她金贵的皮肉 在我指尖拢成一团凸起 又低声说 臣妾是真心与陛下过日子的 从前种种 都不过往日云烟 往后的日子 也只有陛下和臣妾一起过 若是一直都掺着凝王 才是真的过不下去了 陛下明白吗 她点了点头 而我终于对她笑了 上前搂住她静瘦的腰 暗地里悄悄说了口气 这是终于翻篇了 凝王回京的宫宴上 她和我一共说过两句话 一是皇后娘娘金安 二是祝皇兄皇嫂永杰同心 白手不离 她很敬佩这个兄长 哪怕被夺走妻子 也抵不掉她对长兄的慕如之情 傅妍也很喜欢这个弟弟 上辈子 凝王被算计战死沙场 傅妍霸朝三日 派出精兵良将 灭了给她使诈的一族人 多少个夜晚 她浮在我身上 泪水躺下来 落到我的锁骨 我不是个好兄长 她说 她到死 她都是恨我的吧 宫宴结束 傅妍和凝王 底足畅谈一夜 感情和好如初 凝王在宫里住了几日 似是友谊避嫌 未曾与我碰过面 直到一日 我带恨儿在御花园放风筝 看她很兴奋地 拿着大雁形状的风筝袍 一头撞进凝王的怀里 额头被磕痛了 磕得眼泪汪汪的 还是站定了 对凝王行礼 见过王叔 嗯 她摸了摸恨儿的头 从身上拆下来一个玉佩递给她 你出生时 王叔在边关 这是补的出生礼 太子莫要嫌弃 儿臣不会嫌弃王叔 恒儿连忙摇头 接过了 很认真地抱在怀里 此时凝王应该以为我不在场 盯着恒儿的眼神 是那样的温柔 带着些许失落 像透过她看自己的孩子 凝王殿下 我一出生 她的神色就明显僵硬了 转身想走 又意识到太刻意 硬生生留住脚步 低头冲我行了一礼 黄扫金安 不必多礼 我在她跟前站定 看着恒儿手里的玉佩 轻声询问 殿下如今功业已成 也该娶妻生子了 陛下给你挑了几位好姑娘 殿下可有看中的 她沉默片刻 说 看中了景阳侯府的嫡长女 皇兄不日就下自婚旨意 也好 说完这话 我也沉默了 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 香谷无言 她匆匆批我一眼 说 臣弟还有事 先行告退 不打扰黄嫂了 祝黄嫂千秋顺遂 永世安康 到现在 我都弄不清楚情爱的缘由 外祖说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情爱是这个世界上 最不讲道理的东西 所以 复衍宁愿 抢抢第七也要娶我 所以 冥王哭守边关多年 耗费了大好年华 我觉得他们疯 他们傻 又不得不承认 他们情义难得 可这种捉摸不透的东西 能持续多久 人啊 总不能把自己的命 寄托在这种虚无缥缈 随时可消亡的东西上 穆家道我 已是三朝皇后 在这内功根基身后 哪怕复衍后面 遗情别恋 我也有把握 宝盒太子之位稳固 可见 只有真正握在手里的东西 才是在这后宫立足的底气 往后的日子没什么波澜 我也甚少和傅衍吵架 总是顺着他的意思 一心抚养盒长大 傅衍被我逼的 对盒的关照也多了些 亲自为他定了太子三师 时不时考笑他课业 父子关系融洽许多 三年后 我产下一女 傅衍大喜 赐风号韵阳 生产过后醒来 我看着趴在公主小床旁边 兴奋的眼睛瞪大的横尔 和满脸喜悦的傅衍 横尔伸出手指 想戳妹妹的脸颊 傅衍制止他 别吵妹妹 妹妹醒了会哭 会吵到你母后 你母后已经很辛苦了 让她多休息一会儿 看着横尔郑重点头的样子 看着小床前 那一大一小两个脑袋 听着横尔小声说 妹妹的眼睛像母后 嘴巴像父皇 我突然觉得 就这样过一辈子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孕阳三岁那年 我在御花园陪孩子游玩 女子 她们对我行礼 那女子豆蔻年华 嗓音脆生生的 如翩月的百灵鸟 不必多礼 我询问 这位姑娘是 是陈南王府嫡女 太后病重 送嫡女入宫市集 某某恭敬回应我 而我笑了笑 打白手让她去了 陈南王府是太后母家 送一个妙龄女子入宫市集 心思昭然若揭 太多人盯着 傅言宠妃的位置了 大概也是看清了 这个皇帝 虽然六亲不认 但总体来说 还是对自己的女人格外宽容 三年前 父亲官复原职 去年 掌兄回京 着声公布上书 穆家如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 任朝廷官员更迭 依旧依然不动 实在惹人羡慕 我定定地看着那女子婀娜的背影 扮上 俯身摸了摸公主的脑袋 母后今日给孕阳做桂花糕吃 好不好 傍晚 何竹来告诉我 说傅言去了太后宫里 与那位姑娘同桌用膳 用完膳 那姑娘做了两句诗 描述自己进宫路上看到的残河 傅言很是欣赏 连连点头 夸他财女 财女之名一出 这姑娘怕是不愁嫁了 我低头练字 简单评价了句 何竹倒是有些焦急 娘娘 她摆明了 就是冲着陛下来的 您不做些什么吗 能做什么 我神色淡淡 是提见大闹慈宁宫 还是命人把太后亲侄女赶出去 陛下不是无能的君王 她想要一个女人 本宫做什么都不会有用的 娘娘 好了 我打断何竹的话 去看看孕阳睡了没有 再给太子送一碗安神汤 让他早些休息 不要熬夜看书 傅言过来的时候 已经很晚了 我也没睡 在研磨先前采的桂花花瓣 花枝浸润了糖色 缓缓流进白玉瓷瓶 看着格外诱人 傅言从身后搂住我的腰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 陛下不也是现在才过来吗 我没抬头 把瓷瓶塞紧 放到庄台上 没等放好 就被傅言打横抱起 正今日见到了 陈南王府一个小女孩 他做的诗挺有趣 留得残河听雨声 残河本衰败 在这诗里竟有别样的风味 跟我提他做什么 我怪异地瞥他一眼 傅言依旧笑眯眯的 我拧眉 陛下是想把他那进宫 和他一起听残河雨声吗 我语气不善 傅言反而挺高兴的 捏了捏我腰间的软肉 调笑道 皇后吃醋了 残河雨声的确是好 但朕已有皇后了 眼里再容不下其他女子 乖乖 晚晚 不生气了 他把我放在床上 俯身亲吻着我的脖梗 手上也不老实 我被迫扬起脖子 片刻后 忍不住骂他 傅言 你混蛋 是是是 朕是混蛋 他轻笑着说 可朕的皇后 明明也很喜欢 第二日 傅言就给那个女子 指了门婚事 易阳侯府嫡子 年少有为 清朗俊逸 也不算辱没了 陈南王府门第 太后倒没说什么 只是告诉我 如今皇后保养得当 看着和豆蔻年华 没什么分别 但人总有老的一天 的那日 莫说皇帝 连你自己都看不下去 内宫里早晚要进新人 皇后还是早做打算 莫要到了那时候 再跟皇帝闹 到那时候 怕是闹也无用 徒增皇帝嫌恶 他点到极止 我也没有反驳 恭敬的退下 走出慈宁宫 看着宫墙上的红砖琉璃瓦 一时竟有些恍惚 十年了 我已和傅言纠缠十年 度过了人生大半岁月 内宫近人那天 我真的能笑脸相迎吗 秋日的时候 我陪傅眼下江南 体察民情 太子刚刚十二岁 被父皇留在京中 虽有宁王辅佐着 他还是好生气闷 儿臣想和父皇母后一起去 又不是去玩的 妹妹也不去 你去做什么 我觉得好笑 你跟着宁王叔好生学着 母后不过两月就回来了 到时候 可别让母后听到 太子不善治国的胡话 不会的 他跟我保证 儿臣一定虚心跟王叔请教 不让母后失望 江南连绵英语 少有晴天 傅眼视察江南政务 每日盲目 连陪我的时日都很少有 我待在知府的宅子里 无聊地和知府夫人聊天 知府夫人兴致勃勃地说着 他掌控后宅的手段 不忘恭维我 这世上男子 真少有像陛下一般 专一申请的 听闻杭州之灶 昨日给陛下 进献一番帮女子 陛下说 娘娘不喜脂粉气息 都不许那女子进身 陛下对娘娘的宠爱 真为全天下女子羡慕 我笑了笑 倒也没做什么回应 回京的路上 遭遇了刺杀 似乎是平常山匪 但又不像 朝朝事事直奔傅眼座的马车 一片慌乱中 傅眼卫护着我中箭 毒发昏迷 我咬牙让暗卫带他滚下马车 滚到林子里 装作尸体 骗过那群匪徒 那娘娘 听本宫的 我咬牙说 太子年幼 陛下不能出世 国朝不能没有皇帝 你的任务就是护陛下安宁 明白吗 暗卫含泪应下 而我驾着马车 在关道上狂奔 引走山匪 眼见前方悬崖峭壁 马匹速度减缓 就要停下 我咬牙 不能停 不能让山匪追上来 发现傅眼不在这个马车 我逼了闭眼 拔下头顶的簪子 指尖颤抖着 捅进马屁股 轰隆一声 马车掉下了悬崖 前缘13年 杭州制造贪污数十万两白银 被南下的皇帝察觉 慌乱之下联合山匪识军 皇后为救地身亡 尸骨无存 太子文言昏厥 帝大碑 后怒急 斩杀杭州官员数千 一时血流成河 无人敢言 我没死 命大帝 被人从悬崖底下捡回来 在床上躺了三月 堪堪捡回一条命 就我的是陈南王府的庶女 被家里竹母赶到乡下居住 自小学医 这才就回我一条命 她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只当我是个意外 掉落悬崖的糊涂虫 自己在做好事罢了 起初我想着 等回宫 定要好生嘉奖她一番 可后来 在这山间生活久了 我又忍不住想 我真的要回宫吗 皇后为救皇帝而死 我的风平前所未有的好转 那些曾经骂我 虎媚或主的言官 转过头来说我忠孝结义 是天下女子的典范 太子身上 曾经因我善度失德 而存在的污点 忠于喜去 傅延也愧疚于我 朝中父兄地位更加稳固 我从一个随时 可以被皇帝厌弃的皇后 变成她心底永恒不变 谁都不可轻视的白月光 在傅延最爱我的时候死去 似乎比我活着老去 来得更加有用 不用等到任老朱皇 我就可以体面地 用最难忘的方式 从傅延的世界里退场 而且这是我最渴望的自由啊 我憧憬了两辈子的东西 我原以为已经彻底 失去了的东西 居然在我任命后 重新来到我面前 不再有四方攻墙 不再有繁琐规矩 不再有沾了血的绿色琉璃瓦 不再有压抑自己性情的皇后 我不想回宫了 傅延 孩子 穆佳 我统统都不想管了 重来一次 我要为自己好好活一遭 我装出失忆的样子 跟着陈南王府的庶女 学习衣礼 她叫林婉 性情温柔和顺 知晓我无处可去 就好心收留了我 你跟着我住吧 帮我整理药槽 她教我衣礼针灸 带我行医问诊 渐渐的 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大夫 也能替人看病 又一次一好一位穷苦老人后 我向林婉告辞 说想出去走走 林婉没有挽留 只是帮我带了许多干粮 给了我五两岁银 相逢即是有缘 日后一别两宽 过成什么样 揭开你自己的命数 平安喜乐 万事顺遂 我跪下朝她磕了个头 算是道谢 决定往南走 去南京寻外祖 一路行医问诊 见识多个穷苦大众 人生百态 才知庙堂之上 奏折里的鸡 人相识 短短四字 却是百姓 民不聊生的痛苦 到外祖在南京的府邸那日 我衣裳都是破破烂烂的 鞋子破了两个大洞 头上戴着一顶褐色帽子 脸上脏兮兮的 尽是芦荟 为了省事 一个缺脚的碗 敲开门房的窗户 门房很不耐烦 想赶我走 我给了她一个纸简的窗花 让她进去给老太爷看 许事我说的太神神叨叨了 门房一时被唬住 真的进去替我送信 半赏又出来 胡一帝带我去了会客厅 外祖早已等在那里 他一眼认出我不顾脏乱 抱着我就哭 半赏反应过来 又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说我胡闹 欺君之罪是要抄家灭族的 你知不知道 真是胡闹 南静离京城千里 他不会知道的 我很不以为意 而且这都过了三年了 说不定早就忘了我 外祖 我走了三年 才从杭州走到南静 你就只骂我吗 你 你 他被我气得不知怎声是好 可也只能这样了 让管家带我下去 换身衣服 对外声称是来投奔的远房亲戚 让我出门都必须戴着面纱 还要派人去查我这三年是怎么过的 我好心提醒 外祖 别查了 不是什么好消息 他瞪我一眼 还是说我胡闹 我撇了撇嘴 饶氏这三年苦了些 难了些 还数次险些被抓进土匪窝子 我也不后悔 被养在高台上 不知人间疾苦的日子过久了 但人看似都好像蒙上一层偏见 深入看过 接触过 才知世家之上的繁华与腐朽 才知从前满堂富贵底下 堆得竟是百姓尸骨 复眼登基这些年 大力削弱世家势力 轻腹税摇曳 哪怕遭遇再多阻碍 也坚定不移 就连穆家 也主动捐出田地与民 缩减势力 必求避其锋芒 从前不觉得 如今想来 傅眼是真的有点本事在身上的 外族府里 从前与我相熟的姐姐都出嫁了 留下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娘子 不认得我 只当我是远房亲戚 叽叽喳喳地跟我聊着天 大舅舅最小的女儿落寞地说 年后她要进宫侍奉陛下 离家千里 不知道在宫里能不能习惯 那一瞬间 我只觉得傅眼疯了 她要我表妹进宫做什么 我隐晦地问了下 才知道 我死后 傅眼消沉一年 突然从家庙里 把我树妹接出来 封为贵妃 此后 世家争先恐后的宋女儿进去 她也来者不拒 太子和她吵了几次 带着蕴阳公主 独自在东宫居住 与陛下不复曾经亲密 太子虽是皇后表姐所出 但如今的穆贵妃 毕竟是树女 不是姑姑生的 没有南静血脉 父亲让我入宫 也是为了照看太子 为南静着想 小表妹还偷偷告诉我 陛下后宫百十号人 这两年时间 一个怀孕的都没有 世家都在传 说穆贵妃为保太子 地位稳固 不允许其余妃子有孕 一进宫就逼他们 喝绝子汤药 甚是恶毒 她说这话的时候 都快哭了 我听得也目瞪口呆 晚上 外祖来看我 我问她 为什么要送表妹进宫 她叹了生气 你不知道 你那树妹是个狠毒的 一进宫就逼你父亲 抬她亲娘为嫔妻 陛下又宠她 你舅舅怕她将来生了自己亲子 对太子不利 就让和那丫头进宫 帮忙照顾血 我的心渐渐沉下去 见到亲人的喜悦不在 很想质问赋言 她到底在搞什么呀 就算要喜欢别人 也该喜欢一个品行好一点的 为什么要宠一个 可能对太子不利的女人 才刚刚三年 她就后宫家里三千 来者不拒 还专宠那个没脑子的树妹 我突然觉得不对劲 不对 她不是这样的人 手心出了点汗 我突然想到什么 问外祖 陈南王府 有没有送人进宫 好像有一个 很久之前了 是养在乡下的庶女 外祖一边想一边说 那个庶女不想进宫 被太后逼着县武 当众刺杀陛下 本来必死无疑 可不知道跟陛下说了什么 陛下竟放过了她 还赏她黄金万两 哦对了 也就是从那时起 陛下才把你树妹封飞 广大后宫的 外祖看着我 也意识到什么 脸上笑意沉下去 怎么 她和你有关系 何止有关系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完蛋了 傅眼绝对知道我没死 说不定南京府外 就有等着抓我的探子 我当时把那一套 破烂衣服穿上就想走 被外祖拦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能逃到哪儿去 可我不能被他抓回去 我说 我活着却不告诉他 已经触犯了他的逆临 要被抓到 他一定会弄死我的 我会死的 我不能回去 你已经进了南京府 若被认出来了 现在房外就有 无数个探子等着抓你 逃到哪里都没用的 外祖叹了口气 晚宁 我从小教你君臣之意 家国天下 却独独忘了告诉你 人有七情六欲 情爱是这人世间最难得 也最经不起背叛的东西 你假死的这三年 穆家 南京 甚至太子的处境 都不算好 你母亲日日以泪洗面 孕阳每晚哭着喊母亲 太子刚刚十二岁 就没了生母 你着实太任性了 他起身 拍了拍我的肩膀 晚宁 你不能再逃避了 你是穆家的女儿 总不能一辈子都不见父母 不见太子 不见孕阳 既然活着 就会去见见他们 把话说开了 总好过在街上做乞丐 乞讨过活 外祖 我突然有几分不好的预感 转头 果然看见两个 带着黑色面巾的暗卫 跪下冲我行李 陈等风闭下口谕 接皇后娘娘回宫 我不是皇后 也不会跟你们回去 我脸色一白 下意识就想跑 却被外祖紧紧攥住手腕 我哭着求他 外祖 我真的不能回去 我在外面过得很快了 我不想回宫 你帮帮我 晚宁 外祖的语气无可置疑 陛下已经知道了 你在南京 你只能回去 也必须回去 南京需要皇后 太子需要生母 孕阳需要她的娘亲 乖一点 外祖给你准备 你爱吃的桂花糕 你带着 在路上吃 我一出生 就在南京被外祖教养 13岁才入京城 外祖在我眼里 比父母还重要 南京是我做梦 都想回到的家乡 而我最爱的人 就这样出卖了我 回去的马车上 我一直浑浑噩噩的 随着马车摇摆 不知今夕何夕 突然听到暗卫的禀报 她说 太子正在前面的驿馆里 等待接娘娘回京 我反应过来 毫不犹豫地说 让她走 我不能见她 为了防止我逃走 也是为了刻意羞辱我 敷衍命人 用麻绳拴起了我的双手 厚厚的被褥下 是被金链 搅在一起的腿 系着铃铛 睡觉都不能摘下 我不能让孩子 见到我这副样子 暗卫不再说话 外面沉默好久 突然转为清朗的声音 母后 是横尔 我一瞬间掐紧掌心 下意识说 不准进来 她的确没有进来 只是潜退了暗卫 靠得离车连近了些 用只有我们两个 能听到的声音 说 母后 你想离开吗 儿臣可以帮您 母后和父皇在一起不快乐 儿臣感觉得到 儿臣希望母后可以快乐 像母后对臣期待的那样 儿臣会照顾好孕阳 为他责一名好夫婿 并不会让他像母后那样 那么痛苦的 为了孩子过着 自己不喜欢的生活 年仅16岁 还未加官的孩子 坐在马车外 隔着不连 轻声告诉我 母后 儿臣很思念您 泪水止不住地躺下 我好像又回到了 前世活场里 看着他冲进来 嘶吼着要救我食的无力 横尔 母后当初是不想生下臣的 姨母说的是对的 儿臣知道 所以儿臣总是很羡慕孕阳 她是母后想要生下来的孩子 生来就带着母后的祝福 她顿了顿 说 其实去年 儿臣去临江府查案的时候 曾看到过母后 母后在帮一个卖菜的老人整卖 笑得很是开心 在宫里 母后从来没有笑得这样开怀过 那时 儿臣想 母后一定要永远这样高兴下去 马车周围 已响起刀剑香蕉的声音 伴有安慰的呵斥 哀嚎 和身体倒地的梦想 不久后 一人走近 对太子说 殿下 都处理干净了 嗯 她从那人手里接过钥匙 递进车帘 母后 把锁链解开吧 我闭了闭眼 再给我一把刀 好 等我砍断手上的麻绳 解开锁链走出马车 看见草地上失衡遍野 太子穿着一袭月白色蟒袍 腰间系着凝王赠的玉佩 少年人清朗地站在月下 眷恋地看着我的眼睛 忍不住哽咽了 母后 我上前抱住她 她很用力地会抱住我 紧紧地 半晌 擦了擦眼角的泪 儿臣给母后准备了马车 母后快些走吧 我走了 你怎么办 儿臣足以自保 母后莫要担忧了 她神态焦急地催我快些走 给我准备了马车 低调奢华 那里放了无数房产地契 甚至还准备了两个伺候我的宫女 而我看着她蟒袍上溅的血 一时竟有些卖不动步子 傅眼的狠利我最清楚 横儿放走了我 哪怕是她唯一的儿子 也定要受罚 说来可笑 我拼尽全力想再见一面的亲人 把我当作向傅眼示好的工具 而被我从小忽视 长大后毫不犹豫舍弃的太子 竟甘愿惹怒傅眼 也要让我快乐地活一遭 算了 横儿 我 刚想说什么 周围突然灯火大盛 阵阵晚风里 玉林军冒出来 把我和横儿团团围住 唯一剩下的口子里 走出来一对穿着锦衣的男女 傅眼 和我的树妹 陛下 姐姐是真的不愿回宫 您何苦为难她 虽说姐姐弃弃君 罪无可恕 但也是臣妾的亲姐姐 陛下能不能看在臣妾的面子上 罚得轻些 幽静的草地上 只剩树妹的说话声 傅眼阴沉看着我 横儿挡在我面前 毫不畏惧地对上她的目光 我听到傅眼吃笑了一声 她用我最熟悉的 梁博的嗓音说 太子伙童罪人出逃 品德有失 不堪大任 几日起废除太子之位 牵出东宫 以警校友 我猛地抬头看她 刚好撞进傅眼阴冷的眼睛 树妹在旁边娇笑道 哎呀 姐姐这可真是犯了大过错 太子被废 不知道穆家和南静会不会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突然说 陛下嫌我未死 我死一遭就是 只是太子心念生母 最是无辜 望陛下莫要牵扯她 说完这些 我看着傅眼 突然觉得一阵悲哀 明明满腔怨愤 此刻却好像都平静下来 什么都不再想 一字一句地告诉她 我和你之间种种恩怨 等我死了 接一笔两散 傅眼 我祝你日后再遇家人 得偿所愿 做史书公笔记录的明君 下辈子 我再也不要遇见你了 说完 我拿刀往驳梗戈去 鲜血喷出来 我听见太子淒厉的喊声 也听见庶妹凡人的尖叫 还有傅眼讨人贤的吼声 她好像说 我若赶死 她让沐家和南京府陪葬 我忍不住想笑 蠢货 我都死了 上哪管别人的死活 我又没死 命大到着实惹人羡慕 这次救我的 又是那位林婉姑娘 我在床上躺了几个月 日日喝粥 喝到看见粥就反胃 每次想吐掉 林婉就走过来 温柔地告诉我 好歹吃一点 我本就不想活了 我样样地说 你又何必救我 我只是做好医者的本职 她替我看了看伤口 重新包扎好 温声说 太子和公主都在等您 娘娘 哪怕为了他们 你也该好生活下去 我养病的地方不是皇宫 也不是牧甲 好像是陈南王府 在京郊的一处别院 专门给林婉居住 等我能下地了 四处打量 闻着处处弥漫的药草香 感慨道 你还真是喜爱行医 她磨药的手顿了顿 转过头来看我 倩宜跟我说 说到这里 原是我对不住你 我自幼行医问诊 渴望悬壶济世 不想被关在皇宫中 当初在皇宫里 偶然看到了你的画像 才知道你的身份 拿你和皇帝做了交易 此时是我对不住你 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 要杀要打 全凭皇后娘娘发落 我沉默片刻 摇了摇头 你就我两次 我有什么好发落的 皇后已经死了 我也不是什么皇后 只是一个医术 不如你的大夫罢了 你不用太拘束 林婉诧异地看着我 你不知道 什么 昏迷期间 皇帝召令天下 说皇后并非轰视 而是受众伤昏迷 最近方醒 她已经恢复了你的身份 遣散后宫众人 等你伤好后 再来接你回宫 我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她还不肯放过我吗 我有点绝望了 再让我进宫一次 对居树着过那种日子 我不如死了来的痛快 林婉沉默片刻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只能耸了耸肩 我已经把你醒了的消息 告诉她了 她今晚应该就会来 不管你和她关系如何 折腾这么久 牵连那么多人 总该有个结果 不能一直逃避下去 而且我觉得 经此一事 她也不敢再抢逼你了 她指了指我脖子上缠的棉布 你不知道 那天她抱着你过来求我救你 平日高高在上的皇帝 直接给我跪下了 说若能救活你 把皇位给我也无妨 林婉叹了口气 我真搞不懂你们两个 明明看上去都不算无情 怎么会落到如今这个地步呢 复眼过来的时候 我正在帮林婉收拾药草 分类规整好 摸了摸还有些痛 裹着棉布的脖子 转身 看到站在门口的腹眼 她穿着长服 头发用玉冠竖起来 腰上系着九龙环配 打扮得像京城里的年轻郎君 她一措不措地望着我 目光落在我脖梗上的棉布上 又像被烫到一样躲开 她没有废太子 那天她纯粹气疯了吓唬我 结果逼得我当她的面自杀 她大概也没想到这个结果 我也没有弯弯绕绕 直白地告诉她 我不会跟你回宫的 你的皇后已经死了 悬崖下一次 马车上一次 傅眼 你放过我吧 我说的疲惫 傅眼嘴唇颤抖了下 却不能像往日一样 说出来威胁的话 黄泉让她能做到 很多常人不可为之事 却唯独跨不过生死 我的身体 已经经不起她 再一次的威胁和折磨了 你不用进宫 我不会再逼你 她低声说 晚晚 你等我一段时间 行吗 等再过几年 太子能独当一面 我就传位给她 像当初凝王答应你的一样 陪你四处游历 可以吗 傅眼 晚晚 她爱求我 别这么轻易地拒绝我 好好想想 行吗 这三年 我真的很思念你 她说了和太子一样的话 得知你没死的第一年 我想 若你能回来 我定要寻许多手段 以示惩罚 第二年 我每晚待在凤七宫里 告诉自己 若你回来 就骂两句 知错了就好 后来 我不想骂你了 只想再看到你的样子 听听你的声音 我不是什么好人 晚晚 可我也是真的喜欢你 我不懂这种情绪的缘由 你不知他从何而来 只是见到你的第一眼 就知道 这辈子只能是你了 她低声说 晚晚 求你可怜可怜我吧 这是她第一次 直白地对我剖析她的感情 直白地告诉我 她爱我 骄傲金贵的帝王 绝望低下高贵的头颅 祈求爱人的联系 我叹了口气 覆眼 其实也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好像说什么 都不太合适 最后只能让她先回去 让我仔细考虑一下吧 我顿了顿 说 还有你后宫那百十位妃子 本都是世家女子 你随意遣散了 让她们后半生如何过活 伺候过你的 就留在后宫 没伺候过的 就问问她们的意思 是想在宫里做女官 还是被赐婚给大臣 接依了她们 莫要再生出事端 覆眼沉默片刻 弱弱地说 我都没碰过她们 起初让她们入宫 是因为不甘心 想事实能不能 对除你之外的人动心 后来就是 懒得管了 说起这个 她还有些心虚 摸了摸鼻子 说 你想怎么处置你 那个树妹 她不是陛下宠妃吗 我淡淡道 我能怎么处置 晚晚 四百零八 我说 我讨厌别人恶心我 覆眼点点头硬了 没有反驳 她走后 林婉从屋子里走出来 一脸若有所思地说 我觉得你和她还挺像的 哪里像 都很颠 而且颠得很有气势 啊 我诧异地看着她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两个的爱情戏码 拉近了多少世家无辜的女郎 到头来一句遣散了事 若不是你还有点良心 她们一辈子就都毁了 林婉说 由此可见 那位陛下就不是什么好人 她的确不是什么好人 我也没打算再和她有瓜葛 什么退位 带我游历 还有几年呢 到时候再说吧 这三年 我经历过自由的滋味 也多了很多见闻 看着书上写的文字 画的图画 落在现实世界里 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往后余生 我都不可能再把自己 困在那座皇城 其实你和我不一样 林婉说 我是喜欢医术 想靠行医就是人 才会不想进宫 而你 纯粹是喜欢玩 喜新厌旧 讨厌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地方 待很久 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人活一世 总要看点不一样的东西 才不算白活 一辈子待在深宫里 连多少块砖瓦上 有裂痕都清清楚楚 多无聊啊 林婉笑了 说 沐家百年世家 最是迂腐不过 居然能养出来你这般性子 真是难得 提起沐家 我就不由地想起南静 想起我曾经无比信赖 又在背后 给我捅刀子的亲人 脸上的笑意 不由地沉下去 说起南静 倒也有趣 太子近日加官 即将选太子妃 外祖一纸 飞歌传书递信于我 让我给太子 选南静的小表妹 就那个本该进宫 伺候赋衍的那个小女孩 年龄倒是相配 只是 我特地去问了太子 她有无心仪的人选 太子正在看 蕴阳席字 文言头也不抬 而沉没有心仪的女子 全凭母后做主 她顿了顿 说 父皇为母后 做下诸多错事 终是谈于情爱之故 帝王册有云 为君者不可沉溺情爱 三宫六院当羽露君瞻 以凡衍子四为重 世上只有母后和蕴阳 对沉最为重要 其余女子 而沉皆不放在心上 我听得目瞪口呆 蕴阳刚好放下笔 揉着酸痛的手腕 悄悄看着我 撒娇道 母后 而沉好累 不想写了 不行 太子很是严厉地说 今日必须写完一百个大字 写不完不准吃饭 母后 你求谁都没用 太子拍了拍她的头 看着她不高兴的神色 嗓音温柔几分 快些写完 哥哥带你去吃糖葫芦 蕴阳这才撅着嘴 重新拿起笔 太子说 没有心仪的女子 我想了想 也不着急给她选妃 万一以后 她碰着个喜欢的 正妃的位置又被占了 岂不尴尬 外祖来信催我进展 我回信给她 太子妃姿势体大 南京府地处偏僻 远离朝堂 她是不够格为太子正妃 若让表妹为侧妃 外祖愿意吗 我等了许久 等来一条可的回答 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有点好笑 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 给外祖回信 自称为皇后后 婉宁死过两次 一次为救陛下死在悬崖 稳固穆家地位 为报穆家恩情 一次为同过去割裂 死在被抓回京前夕 以保全太子 全南京血脉 两次宾死 婉宁皆有幸存活 实为天赐 日后不欠木甲 不欠南京 截然一身 所行之事 所发之言 皆只为了自己 望外祖多加保重 身体康健 平安顺遂 在临婉那里休养的第二年 我终于养好了上 动身前往蜀地 想看看与蜀道有关的阴鬼风云 傅眼派了好些人保护我 还给我带了很多防蛊虫的药丸 送行时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 突然有点想笑 没关系的 我上前抱了抱她 若我回不来 也是天意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傅眼 若我能回来 我一定会回来的 我等着恒儿登基那天 她突然抱住我 哽咽着说 对不起 你一定要回来 你不回来 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该怎么活下去 别这样说 傅眼 我微笑看着她 你是皇帝 是很厉害的君王 帝王不该单于情爱 恒儿都明白的道理 你也该知道的 不是吗 她眼底的光寸寸军裂 坐上前往蜀地的马车 我先开窗帘 看着外面翠绿色的麦苗 心底一派安宁 活了两世 我终于在故事的终结 得到了一开始 最想要的东西 虽然过程坎坷歇 但总归是得到了 也是好事 不是吗